这世界很烦 但你要很可爱 作者万特特等 出版社幸福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的1月8号 伯克莱七日畅销榜的第六名 成品书店20201月13到2月2号 心理地之类的第十名 内容简介如下 横扫各大排行榜的毒鸡汤 27位知名畅销书作者 联手打造的觉醒大作 只有你不断强大 世界才能柔软 在人生的路途中 不断披荆斩棘 磕碰前行 拥有继续爱 持续美 自我更新 无畏向前的能力 就是可爱的心定义 这是一个无论靠美貌 还是才华 都远远不够的时代 面对职场 爱情 成长 等多重难题 该如何毫不费力地做自己呢 当你努力追求梦想 却老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当爱情如黑洞般 不断消耗你的付出 如何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呢 在人生的路途中 不断披荆斩棘 磕碰前行 你有随时自我更新 无畏向前的能力吗 我们这一生 其实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哪里有什么一路通行无阻的幸运呢 所追求的 无非是有资格说一句 我就是自己的依靠 不取悦旁人 也不讨好世界 拥有安宁明亮的目光 也要有抵御人生无偿的金刚星 这种接地气的美 就叫做可爱 这本书是27位过来人 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成长试炼 送给正走在大人路上的我们 人生并不完美 你所要做的是摆好姿态 活得既凶猛又可爱 抵抗丧穷衰丑 这些准则 你不能不懂 可爱准则一 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 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 不是只有内心强大 可以成为武器 美丽也是一种武器 代表你对人生的某种坚持 和优雅的执念 那些在意外表的人 都是狠角色 可爱准则二 重视金钱并不俗气 千万别假装不爱钱 当你又美又能金钱独立时 世界才会开始美好 可爱准则三 你可以有糟糕的爱情 但你不能放纵自己 过一个烂透的人生 得不到回应的付出 就要趁早离开 可爱准则四 失败就是失败 它不是成功之母 对于人生平凡的厌世 是因为你的格局太小 多去探索这世界的乐趣 不再变得人生无趣 可爱准则五 脾气这东西多了不行 没有也不行 别轻易辜负自己 你要勇敢为自己发声 说不 说我需要 说我不愿意 该得体的时候必须得体 该理直气壮维护自己的时候 半点都不要怯懦 因为心不怕苦难 他怕委屈 本书精彩精具 这些早知道 人生或许会不一样 希望尽早告诉你的 毒鸡汤 关于人生 今天一定要过好 因为明天会更老 真正让人遗憾的 其实不是游乐园的门关上了 而是他向你敞开时 你没有痛痛快快地享用它 关于金钱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发财 对一个人最好的爱 就是你有陪伴他 或者带他去看世界的能力 关于爱情 让你熬夜想念的人都是混蛋 人生有三大错觉 手机震动 有人敲门 和他很爱你 我养你这种话 除非是老爸说的 否则听听就算了 关于婚姻 能被爱 被呵护是非常幸运的 但你要明白 爱情是相互扶持 不是抚平 婚姻是爱情的佳酿 不是物质的枷锁 男人固然要有担当 女人也不能逃避成长 希望你有伸手向上的资本 也有伸手向下赚钱的能力 只有这样 才会在拥有幸福生活的时候 心安理得 爱美 把一件五百元的衣服 穿得有品味 那是你的本事 把一件白T恤穿得惊艳 更是美丽女人的本事 关于成长 当你做到又瘦又好看 钱包里面装着自己赚来的钱 克服从前不能克服的东西 你的人生才开始真正的美好起来 关于事业 你的生活应该是精选之后的样子 别急着把太多人和太多事情装进生命里 要学会专注 挑选 甚至学会舍弃和拒绝 并为此负责 本书特色 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 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 当你又美又能金钱独立时 世界才会开始美好 27位过来人的故事和经历 送给正学着当个大人的你 只想告诉你 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 但你可以选择和他保持一个可爱的距离 在这段距离里 坦然接受生活给予自己的所有 自我更新 五味向前 不攀附 不将就 只有你不断强大 世界才能柔软 只有你可爱 这世界才能变得更可爱 作者简介 万特特 畅销书作家 眼中有风 心中有爱 又乖又江湖 写文小犀利 自带一股辛辣劲 讲有料 有趣 又有药效的故事 宣导有腔调 有质感的生活 透过他的温暖笔触 和清醒的文字 于生活的各种理解 和把握 用文字狠狠地 把你从油腻 自欺 膨胀 焦虑 误解 和假装中捞起 唤醒你受压已久的灵气 打通血脉 解封体内的少女力 做个可爱 又凶猛的女人 再晚都不迟 内容分享如下 前言 人生的真相 往往都不美好 我们这一生 其实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大部分人 在戚风苦雨中 摸索着前行 哪里有什么完美ending 最幸运的不过是在命运翻转之际 不致仓皇失措 束手就擒 而是有本事 有资格说一句 我就是自己的依靠 在艰难中跋涉 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在这不可避免的命运里 有些事 希望你越早明白越好 别以为爱钱很俗气 那是你自由独立的保障 这世上很多东西都有保存期限 唯有自身的能力 和银行的存款 永远不会背叛你 你不会因为没钱 而陷入窘境 也不会因为买了名牌的衣服 鞋子 而担心下个月的生活费 因为你赚钱的能力 能够为你的消费水准 提供保障 别以为爱钱很俗气 我们活在城市里 为了生活撒腿跑起来 尘土飞扬的情况都一样 没有谁更高尚 别在年轻的时候 假装不爱钱 毕竟星辰和大海是要门票的 是和远方的路费也很贵 其实即便不说 你也早晚会凡然醒悟 明白赚钱这件事有多重要 但我更希望 在你尚未尝尽人情冷暖 经受痛苦与无助的时候 早一点知道这个真相 不爱你的人 比你想象中更不爱你 爱情真的不是全世界 电影里爱的痴缠总是美 而现实中沉迷于小情小爱里 无法自拔的人 基本上都在演独角戏 胜出率极低 势均力敌的爱情 从不需要任何一方用力过猛 当你在心里发问 他到底爱不爱我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不爱你 当你为了爱情流泪 最后发现自己除了一对 永种的眼带 一具几日未曾好好梳洗的躯体外 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要让扑朔迷离的恋情禁锢自己 你还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看广阔的世界 遇见更好的人 不过年轻的时候谁会听劝呢 非要撞了墙 流了血后 才知道什么样的创伤药最好 什么样的人不能爱 才知道该如何绕开那些冤枉路 不让自己受伤 你可以有过糟糕的爱情 但你不能放纵自己 虚度一个烂透的人生 你该在天雷勾动地火的爱里 加上一点理性 得不到回应的付出 消耗磨损你身心的爱情 要趁早离开 失败就是失败 它不是成功之母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大人 失败并不丢脸 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将失败作为自己一蹶不振的理由 这世界多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你之所以没成功 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自己努力的不够 你不优秀 是因为还没有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 别说自己命苦或者命运不公 这世界还挪不到你来评断对错 至于偷懒 可以是你偶尔的放肆 不该是你生活的常态 懒惰是你以为那是安逸 是福气 但实际上他给你的 是无聊 是倦怠 是消沉 每个人都有绝望 而又使不上力的时刻 但最怕的是不甘平庸 却又不愿行动 二十几岁以后 混日子才是最辛苦的人生 一位标榜内在而忽视美貌 也是一种肤浅 你可以长得不够漂亮 但一定要走在前往漂亮的路上 让变美成为一种习惯 才有可能涂味而出 美成你喜欢的样子 你涂画睫毛膏 像一个战士穿上盔甲 你勾勒红唇 像一个将军斩顿兵马 你可以决定自己眼线的长度 唇眉的颜色 锁骨项链的成分 以及高跟鞋 能踏出多么有力的声音 外在彰显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性格教养 神美品味 以及自我管理能力 同样反映出这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 和对理想生活的野心 那些在意外表的人 也会在意自己的命运 在一步步精心打理自己身体法肤的同时 人生也一步步被打理得顺风顺水 不是只有强大的内心可以成为武器 美丽同样是一种武器 代表着我们对人生的某种坚持 和对优雅的执念 千万别低估那些有能力 让自己容貌逆袭的人 他们有能力一分钟把自己的命运逆转 平凡的厌世 是因为你格局太小 你在职场和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之后 就会发现自己何止是傻 简直有点蠢 之前诸多幻想逐渐破灭 很容易陷入莫名的颓丧 堕待 自我怀疑力 不管你在怎样的环境和年龄下 总有一些不尽如人意 但世界总是美好更多一些 不刻意回避问题 但也别让问题变成洪水猛兽 主动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比抱怨要有用的多 多出去看世界 你应该关心的不是娱乐八卦 而是这个世界的乐趣 去了解这个世界更多面目 去发现更多未知 知道还有那么多人比你优秀 也有那么多人比你辛苦 拥有广阔的心胸和强大的内心 接受任何不可避免的结局 你要挣脱命运的束缚 剥离掉无用的别扭 活出豁达和坦然 这世界很烦 但你要很可爱 可爱不是任性 而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救赎 太多人在被时光硬生生磨掉光彩之后 活成了浑浊的死鱼眼 对世界冷漠 对美好麻木 这无趣的根源是内心的贫穷 像是一场暗潮汹涌的心理饥荒 时时侵蚀着他们的心 而可爱是在阳光里 在小动物身上 在一份美食中 或者随意一件细小平凡的事物里 找到悸动和快乐 保持着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好奇和敏感 有纯洁温柔的灵魂 又有世俗的趣味 才能捕捉到那些粗糙的心 看不到的风景 生活够无趣了 你千万不要在无趣中老去 可爱这种人物形象设定 永远都不该崩塌 一个人不管活出哪种姿态 都有人对你平头论足 指指点点 索性不必活得像谁 只活出自己的风骨和脾性 活得赤裂 活得你奈我何 可爱没有年龄感 没有那么多 纷繁复杂的东西 更不需要别人贴标签 打评分 他自带独树一致的个性 不取悦旁人 也不讨好世界 拥有安宁明亮的目光 也有抵御人生无常的金刚星 27位过来人的故事和经历 送给正学着当个大人的你 只想告诉你 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 但你可以选择和他保持一个可爱的距离 在这段距离里 坦然接受生活给予自己的所有 自我更新 无畏向前 不攀附 不将就 只有你不断强大 世界才能柔软 只有你可爱 这世界才能变得更可爱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这世界很烦 但你要很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the increasing commun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